在你知不知道 还有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反复抢掉 房地上一定会下桥 这个呢 我在我的播客里面 书里面都有当时的叙述 所以的话呢 是会来帮助这个社会 运用自治在市场上的经验 所以我们又讲到这个峰会 他说我们刚才 我们孙主席呢 跟世界领袖开会 也叫峰会 大家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徐教授 John Patterson这些人 他这个教授 这是开经济学峰会 是没有意义的 大家知道的 为什么我们所提取的峰会 其实啊 我们在市场上 市场观念 社会经验 但是在每一件事的时候 该去的时候的时候 我都在 对吧 能够帮助这个华人社区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支持 准确 把握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都是有目共督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第二本书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股市 紧过金融市场的本质 认识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在第二本书的时候 提取到1%的理念 大家每个人都有一本书 所以我今天也不想在这里 书很多 大家可以回去看看 因为有的这个财富的这个知识 财富的手段 风险控制的能力 对吧 有的捐家的指导 所以的话呢 技术 这方面的任务呢 因为我知道我们作为大陆来的人 对这个资本市场 对这个财富的知识 了解的太少 所以的话呢 我们原型学的就是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所以后来就发现 经常是数理化 都学好了 活字也有了 最后生活并不能够快运 并没有钱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推广财富知识 美国啊 它就是壮家 所以美元涨了 全世界的人钱都 对吧 到美国来买 美元掉了 全世界的人回家买单 所以人家说 每年涨了 他们赚五百万 如果每年掉了 他们赚三百万 庄家回书是赚的 所以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讲的话 这个庄家的思想 财富的理念 是大家必须学习的 也必须了解 不然的话 非常感谢唐伟珍主席的演讲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现在我们宣布 第二届北北华人才所高峰论台的会议 圆满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Mr.Chop's presentation 和现在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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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完了以后 我们有晚宴 我们这个晚宴 在隔壁的1060 请你们拿手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这个话题是 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对于国际上 你知不知道 一些社会 对于国际上 对于国际上 他们不够的工作 他们不够的工作 无论 那些人不够的 这些人不够的 他说的非常具体 国际上 非常具体 他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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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闹 下被认为应该是最好的 照顾国言 没事 辛苦了 辛苦了 受带了 谢谢生主席 谢谢 好 OK